哪個說有用無貌? 咦? 不怪那麼多 沒想過這麼快說完第二集的女報 免得拖了 其實一般你不是太熟三角演義 大約對女報的認識 如果遊戲多數說到女報 統卓編完之後 多數就不知道女報去向 其實這個說到女報 幫黃雲殺了這個統卓之後 加官進卓 正式授命於朝廷 非常可惜 但是董卓的舊部下 李卓和郭廁 他們率領董卓的愚兵 向朝廷進攻 然後說到 朝廷打輸了女報的敗酒 為什麼李卓和郭廁這麼厲害呢? 因為當時李卓和郭廁身邊有一個軍師 就是叫賈許 當時賈許 一開始也是董卓的部下 屬於 由於得到這個賈許的獻祭 成功令到李卓和郭廁 就擊敗了朝廷的軍隊 但是很可惜 事後兩人都是互相猜忌 就收皮 這個後話 然後假許就投靠張獸 然後再輾轉投靠曹操 話說當時女報敗酒之後 他經過一輪輾轉流離之後 他最後就得到陳功 就是陳功是之前離開曹操的軍師 陳功的智力雖然高 但陳功就 也不是品德 但陳德的智慧是挺高的 當時女報首相比較出名的武將 就是張寮和高順 大家知道張寮 但高順是比較不算出名 但高順 話說當時有陳功在身邊獻祭 於是女報就拿了這個 即是當時說到劉比就在徐州 而女報就投靠劉比 清興到底想跟劉比 當時關羽和張飛 其實就很不妥 因為張飛就叫這個女報 是三聖家勞 即是有聖丁 有聖董 有聖女 那樣 關羽更加向來 做義氣更加不妥 這條 賣乎求榮的女報 但奈何劉比就 仍然接納了女報 但這個對劉比來說是一個禍根 收留了女報 沒多久 由於當時說到原術想清帝 原術想清帝 因為他有玉璽 叫自己做仲家帝 當然角魯諸侯當然不妥 因為當時大家亂誓至哪個清帝哪個奶撻 你清帝 我一定是角魯諸侯的討伐 協天子以號令諸侯的曹操 於是就 使著自己可以出這個 詔書 即是皇帝 於是寫一個詔書 就命令劉比去攻打這個原術 攻打這個原術 呂布就趁劉比出兵期間 成功佔領了徐咒 即是取得了徐咒的主權 到劉比回去的時候 於是就 當時劉比打就不夠呂布打 經過一輪妖讓之後 兩個都要和好 因為呂布也不想正面跟劉比打 於是就劉比暫時 有一個駐兵在徐州外的 一個叫小配的小城 那這個大概是一個前線 即是在徐州的前線站 這樣就守住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 當時其實徐州都 徐州城其實就不太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當時無論是曹操 或者原術都想得到 所以經常被打 其實這個地理環境 我覺得徐州很危險 因為是在正中間的關係 而曹操又收買了這個陳燈父子 陳燈和陳佳就是這個 在徐州城是一個非常有名望的望族 因為其實 如果你熟悉耐性的話 如果你想佔領一個城就簡單 但是想拿到他們的民心 那你一定要向這個土豪 望族落手 因為只有他們才可以幫你 說服一些城內的富商之類 如果你有看火鳳的留言都知道 司馬加其實在魏國裡面是一個大望族 如果有司馬加的幫助 對於曹操是 修復人心是非常有幫助 所以當時陳燈、陳佳父子 是徐州有很大的影響力 但是陳燈父子就非常聰明 他知道呂布這個人 不足以長繳 於是他就暗中投靠曹操 曹操就利用陳燈做內應 去分化呂布和陳公的信任 於是呂布就信任了陳燈父子 經常都不聽陳公的計謀 三番四次都乃撻 這是一個敗筆 即是令呂布失敗原因之一 然後他跟劉比又口和心不和 但呂布又不可以不夠劉比 說到袁術又率兵去攻打小配 為何呂布一定要救劉比 因為小配和徐州是順寒此亡的關係 因為小配一失的話 徐州就等於中門大開 於是呂布又不可以不救劉比 曾經呂布派了大將紀靈去打劉比 當時呂布就約了紀靈去營地聊天 說呂布的武器是方天華擊 那把矛的物體 他就不知放在幾個長遠 對啦我不記得放在幾個長遠 總之是超遠超遠 不知道幾百里 總之很誇張 正常人都覺得是不可能會射中 那呂布就跟紀靈說 那如果我可以射中那支方天華擊 上面那個... 即是一個吊色的東西 類似極小的吊色 那你就收兵好不好 那紀靈看到那把東西放在幾個長遠 根本正常人 你用Skybar都沒有 即是你用這個追擊槍都射不中了 好啊 那紀靈就好啊 如果你射中我就退兵 那我猜不到呂布這個人 雖然人品就麻煩地 但他的武藝就非常高 那包括這個騎術和這個戰術 那於是呂布拿起一把弓 就兜東西射過去 結果竟然在千里之外 就射中了方天華擊 那紀靈就大為震驚 但他就沒辦法答應了 結果就退兵了 那呂布就幫這個劉備 就渡過一劫 那其實都是幫自己的 好啦 其實... 最後呢 話說劉備 都被曹操打 兵敗了之後 劉備 有一段時間 投靠曹操 大家知道 因為有主走倫英雄 當時劉備 和關羽張飛 投靠曹操一段時間 那... 結果劉備 收皮之後 就只有呂布 一人守著徐洲 承受曹操的攻擊 那曹操沒有可能輸給呂布 大家知道 結果 曹操打呂布 那... 陳公就一定不想投降 因為大家知道 陳公和曹操有過折的嘛 對不對 即是 殺了呂伯 呂伯一家 然後陳公就偷偷地離開了曹操 所以 陳公本身的私心上 就不想投降曹操 於是就設計了 即是 極力阻止呂布去投降曹操 然後呂布 其實本來還有一個計劃 就是 如果呂布留意 騎著赤兔馬 出關 向圓術求救 那本來還有一線新機 但是 好死不死 這個時候 凋善病了 這個時候 凋善病了 那呂布 連香色獄 不捨得凋善 於是就沒有去找 求救兵 結果 最後 搞了大輪 結果 被曹操 即是呂布 被自己的手下 綁住了 帶去投降曹操 結果 三角演技 有一幕 其中有一幕 就是白門樓斬呂布 斬呂布 話說 當時 士兵將呂布 五花大綁 呂布 將遼高順 陳公 這幾個人 就五花大綁 放到曹操面前 曹操問 有誰肯投降 陳公肯定不肯投降 陳公零死都不投降 結果 曹操是不捨得的 因為陳公是救過曹操的 其實陳公是救過曹操的 加上陳公是有才 曹操不想殺 奈何大陳公就不肯 唯有 好不捨得 這樣斬了 接著高順呢 高順就是這個虎炮騎 是不是虎炮騎 忘了 高順是一個衝鋒陣 不知道什麼的騎 其實高順 不過他的人很低調 所以歷史的記載不多 高順很忠心 他也不肯投降 唯有殺了 接著到張遼 張遼其實也不肯投降 不過曹操 因為當時關羽 就跟張遼一向都是朋友 關羽就幫張遼說話 就說這個張遼是大將之才 怎樣怎樣 結果曹操以禮相待之下 就成功修衍了張遼 張遼是很重要的 你說張遼是這個魏國的 最有用的一個武 最好打就未至於 但是張遼絕對是最有用的武將子 也是五指兩將 所以曹操收不收到張遼 其實很關鍵 結果成功招攬了張遼 其實因為這段事 事後到下一次關羽 給曹操懷的時候 也是張遼跳出來幫關羽 說好話 這個是後話 然後到呂布 呂布就怕死 大家知道 呂布就說 不要殺我 曹操 即曹操 如果有我助理一臂之力 天下江山誰守可得 我亦都可以認你做義父 然後曹操就問劉榮千古 曹操就問劉比 喂 原德你怎樣看 然後劉比很棒 劉比這個人借刀殺人 他又沒有直接說什麼 他只是說了一件事 曹操 即曹公 你可記得丁元和統卓 劉比只是說了一句這樣 然後曹操就會議 於是斬了這個呂布 那呂布聽到劉比這樣說 即是 即是呂布當時就說 袁登可不可以幫我求情 然後呂布一聽到劉比這樣說 就破口大罵 這個大耳匪 大耳賊 因為劉比的耳朵出名大 那他就說 這個死大耳賊 你不救我 不得只要這樣殺人 這個你不得好死 在罵罵罵罵 結果最後一代戰神 就被曹操下令 即是兩個士兵 拿一條繩 正在那裏的頸子 會生辣死 對 但事後曹操都把陳公 呂布和高順 運回京城 口葬 都算是 因為呂布也有功 雖然他始終有份殺 這個董卓 以及他也是戰神 但就是這樣 這個主要是三角演義的評價 一般來說 看別人的評價 都是說呂布是三聖家勞 沒有得行 但這個始終是歷史評價 這個就留給自己判斷 但唯一有件事我想說 就是以前我小時候 玩這三角遊戲的時候 呂布的智力只有十幾二十 我想說 其實 弱智也不會只有十幾 擺明是黑呂布 呂布智力 我覺得其實未至於這麼低 的確 因為呂布如果真的這麼蠢的話 你看到行軍打仗 調兵那些 其實不可能這麼蠢 如果你說呂布四十幾五十 我只能接受到 但是十幾是不可能 因為呂布始終都是一個 如果你玩三角志十二十一 其實呂布的身份都是一個君主 後期 他都算是一個 類似炎白虎 可以被你選擇 做一個君主 作為一個君主來說 你說只有十幾智力 你說是否公平 那就留在自己想 呂布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我們有機會再說 拜拜